如果第三那那也可以來多少倍 如果說呢你只是單移動1的話你就不用 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怎麼移動呢 基本上前面的寫法都一樣 其實複製一下把它移動下來 也就是說呢前面是你要移動 你要移動哪一個 哪一個工作表名稱 也就是說名稱第一個他一定從0開始 所以我會先移動誰假班 那假班移動到哪裡了 before shits這個地方的話呢 移動1到第一個前面 那第一個前面想說第一個那如果我用i的話呢 i原來是0嘛對不對 那0不對啊 因為工作表從1開始沒有0這個東西 所以怎麼樣呢 加1可不可以 如果i加1的話 那你推理嘛 如果他是第0個就是假班 他就移動到第一個前面 那如果再下一個變成1的話 1的話是以班 一般移動到哪裡呢 移動到 i變成1嘛 1加1等於2 移動到第二個前面 然後秉班的話 i再加1變第三個前面 那剛剛好就是符合我們要的 有沒有 就剛好位置是ok的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我先把這個地方注解掉 因為我現在試試看 那假如說你沒有什麼信心的話沒關係 你可以啊也是一樣 先F8 然後到這邊的話呢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基本上呢 假班我先把這個先打亂 這樣打亂 ok 順序先打亂 好 那再來跑一下 基本上 我們先 現在的話呢 取得是假班 那 sheets 假班的意思是我要移動假班這個工作表移動到哪裡呢 移動到i i現在是0 所以移動到第一個前面 ok好 那現在假班就移過去了 再來的話呢 sheets 2 這個是第二個就是這個等於1啦 就取得以班嘛對不對 然後移動過去 以班 秉 丁 更 新 整 這個按照順序有沒有 欸 足以就幫我班完了 ok 所以基本上的話 不過你會發現好像駭班最後根本不要動 因為好像他也沒動 所以甚至你是不是可以直接掃1 好像也可以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就是剛剛是 移動的方式是由大到小 現在的話是由小到大排序 ok 好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改變的話 基本上只有改一個地方 改兩個地方 一個是回圈 一個是這個地方 本來是 sheets 點 count 減i 這個地方改成i 加1 就可以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